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接受市政总质询 议员洪建议问他若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一国两制问题不能回避 柯文哲声称在两岸关系上很多问题 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 柯文哲这两天被问及两岸议题 回答其实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先起讨论 今天市政总质询时 民进党议员洪建议表示 若柯文哲要选2020 一国两制问题就不能回避 柯文哲举例称 大陆今年1月2日提出五点方针 蔡英文随后回应 结果引发性循环 在两岸关系上很多问题 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 洪建议并拿出放大版的2020候选人登记申请书 询问柯文哲要不要签署 柯文哲说不用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等决定后才说 且有决定会跟议会报告 现在不用签署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